结婚葬母娘不要财离,反倒贴我三十万,回放录像,听到对话,我立马离婚。 我和我老婆曾经是大学同学,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,我就对她产生了好感,于是后来我就穷追不舍地去追求她。 我总是去通过她朋友的一些途径去打听到她的消息,我非常在乎她的一举一动。 后来由于我不断地努力,她终于答应了做我的女朋友。 那一刻我真的非常开心,在大学期间,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也非常好,每天我都会去接她上学,然后我们一起放学,然后一起去吃饭。 有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课的时候,我就会带她出去游玩,这样可以散散心缓解一下学习上面的压力。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,渐渐地大学生活即将毕业。 起初当我在向我老婆求婚的时候,我还在担心,因为我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富裕,要给女方彩礼钱。 但是当我和她结婚的那一天,我没有带着彩礼钱去接我的老婆,我的藏母娘和老丈人不但没有生气,反倒还给了我三十万块钱。 她说你们家条件不富裕,以后我们家闺女嫁到你们家,不要让她受委屈,这三十万你先拿着,在你们结过婚之后出去买一栋房子,这样你们两个人就能够生活得很幸福。 我见藏母娘对我这么好,我就拿下了这三十万块钱。 因为我们都知道,农村人的习俗和城里面不一样,因为在我们农村举办婚礼要通过摄像,把这一刻给记录下来。 于是在我去接我老婆的时候,录像师已经到达了他们家,在为他们录制很多视频。 当我们结过婚之后没过多久,摄像师就把录像带拿给了我们,因为我们都知道,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结过婚之后,能够看到自己当时的表现。 于是有一天,我趁不上班的时候,我就自己待在家里面,一个人在默默地看我和我老婆结婚的录像带。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,因为我的藏母娘不但没有为难我,还同意把她女儿嫁给我,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。 婚后没多久的时候,我老婆就怀孕了,十个月过去了,我老婆为我生下了一个男孩,这让藏母娘更是高兴不已,也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。 不但有了房子,老婆最后还来了一个孩子,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 可是正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,突然录像带里传来一阵很熟悉的声音,我仔细地在听,原来是我藏母娘和我老婆的对话,起初我没有太在意,因为我觉得一定是藏母娘和媳妇两个人之间的悄悄话。 因为我们都知道,女儿结婚的时候,父母是最舍不得的,可是当我听着听着,感觉藏母娘和媳妇之间的聊天越来越不正常。 我突然听见了藏母娘对我老婆说,闺女,你自己嫁到那边去,一个人要小心翼翼,不要让你老公发现你肚子上面曾经有一条疤,这条疤就是你为别的男人所生的孩子。 如果你要让她知道了,她一定会觉得你欺骗了她,也会觉得我们家都是骗子。 顿时间我才回想起,为什么当天和我老婆结婚的时候,我丈母娘竟然没有问我要彩礼钱,还给了我很多钱。 顿时间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最傻的男人,被自己的女人曾经戴过绿帽子,竟然还傻乎乎地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男人。 于是当天我老婆回到家的时候,我就立刻和她提出了离婚,她还问我为什么,然后我就把录像带里面的那一段播出来给她看,她当时也无语了,就这样我们两个人走到了尽头。 因为我觉得婚姻当中两个人一定要互相信任,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和坦诚都没有,那一定不会长久下去,你们觉得呢?